词曲 李宗盛 爱偷偷遍入城市 跟旧家LV 而静止写满了想你 每次你每一句关心 两颗心慢慢靠近 每次敲劲 代码都是喜欢你 我要穿过黑夜里为你 我努力打白米如鸡 随时代明永不当即 只为遇见你 想要在一起住进你怀里 走过每个四季 收入边际 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有甜蜜的程序 收入边际 我和你 每一段奇迹 有甜蜜的程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干嘛 你出事通过了也不用剪头发吧 艺成科技 没有女程序员 拜托 都什么年代了 还搞男女歧视 我们可以投诉她的 他们公司是有女生的 但我研究了程序组历年的招聘信息 女程序员的通过率为零 我不想再冒任何风险了 头发可以再长 可机会 只有一次 林燕 女扮男装不只有剪头发一种方式 交给我 剪 继续剪 要这么短吗 越短越好 剪完了之后再染一下 染完了之后再烫一下 一定要这样吗 对 越丑越好 早知道我就不剪头发了 对啊 都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剪发这种东西嘛 那 那我剪掉到这怎么办呀 把它藏到后面去 对 这样就看不出来了 你平时还是可以以女装出现的 《钢筋》 《水泥》 铁板 三者乘X型交池在一起 是原始与科技的碰撞 是生命被禁锢的呐喊 是环境被蹂躏的控诉 是迭代与不朽的抗衡 秦小姐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那江先生有什么毒箭 你不觉得他看着很眼熟吗 在数学里面 他是程号 在计算机C语言里面 他是指针声名符 而在网络过滤中 他代表着敏感词 也就是性感 看来艺术在江先生心里 没有任何价值啊 艺术的价值 在于不同的人 赋予他感性的代名词 而编程事件 不存在感性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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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今天穿的这身衣服 跟这里很搭呀 巧合 这就说明 我有一颗想跟 艺术融为一体的心 那边是我给自己设计的生日礼物 江先生觉得怎么样 江先生喜欢吗 你的喜好挺独特的 这是我的幸运物 我数鸡 江先生数什么 我数黄鼠 我不认识 我难受死 你快点 这个你现在吃不了案情了 我受不了了 还有不行 我太难受了 是啊 让他点 先生 请问现在点单吗 一杯冰美式 一杯奶昔 好 成功啊 成功啊 挺好 挺好 再照一下 你相信一见钟情吗 一见钟情只发生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现在呢 秦小姐不是也是衡量过 我的学历 样貌跟家事才来的吗 难道江先生不是吗 不是啊 我是被威胁来的 挺好 挺好 这 再稍微整理一下 一分二十五秒 江先生 许小姐 请坐 你自缘两个女生 啥呢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在相亲经验中总结的一些规律 其实相亲呢 就像是面试一样 只有有了比较 才能择优录取 并且呢 竞争双方还能知道自己的不足 再下次相亲进行赶进 这样我们双方都省时间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 以我非见你不可吗 江先生 你这样的行为真的非常不礼貌 两位想听听我的结论吗 秦小姐呢 就像是Linux系统 条件虽好 但是操作复杂 而许小姐呢 就像是Windows系统 虽然操作简单 但是容易死机 二位觉得呢 渣男 乐乐乐快看 你们把人破了怎么不道歉啊 你们这 系统崩溃是可以修复的啊 用不用帮你们联系人啊 又解决两可 说也是他们两个人破的啊 需要赔偿的话 我可以跟你联系方式 我也是受害者 你看 哎 陈亚男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努力 加油 你头发湿了 头发没湿啊 我没关系的 不需要赔偿 你怎么不需要赔偿 那渣男 不是 怎么把你破成这个样子 你 这个男的也太娘了吧 我跟你说 现在这些渣男 这样子也有点姿色 拽上天啊 我刚刚就应该把水给破回去 他也不是故意的 你看 就当试试假发到防水性了 像我还挺好 好什么呀 给我等着吧 喂 李教授 我下午有时间 行 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好 我觉得呀 比起找工作呀 你更适合去继续深造 然后呢 去学术部门搞搞研究 或者到高校任教也可以呀 教授 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 不过我也有自己的打算 你家里不是让你去考公务员吗 怎么不考啊 教授 我们能不能聊点轻松的话题呀 每次来都说这个 你这花不错啊 行啊 只要你自己想清楚了就好 好 我今天来呢 是想给你介绍一个你们同行的师哥 师哥 是啊 他叫江亦诚 他应该快到了吧 好 霓裳 你来了 你每次都逼我早到 显得跟我不懂礼貌一样 去 没大没小 坐 对了 您不是跟我说要介绍人给我认识吗 对啊 小璐啊 给你介绍的师哥已经来了 你出来见见啊 来了 喝茶 这是什么特别的欢迎仪式吗 师哥 你好 你好 教授 师哥 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 站住 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呀 我长得丑 那让我看看 到底有多丑 小璐啊 你 你的脸怎么了 教授 我脸上粘墨汁了 教授师哥 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拜拜 这 这就是您给我介绍的优秀人才啊 不是 这孩子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还想把他介绍到你们公司呢 让你好好待待他 这他 那恐怕就是让您失望了 我不说女徒弟了 一程啊 你是不是 还没有放下那件事啊 谢谢您今天请我喝茶 下次去我那儿 我请您喝 下面有请颁奖嘉宾 我校优秀毕业生 艺诚科技公司创始人江艺诚 上台为获奖者颁奖 有请 恭喜 谢谢 你快帮我整个带 别乱乱乱 别乱乱乱 快点 快上了 快上了 我爱人点 好 好 我 喂 喂 一鸣 你出名了 怎么出名了 夸我拉投资的能力吗 发你了 你自己看 嗯 啊 发我了 面对渣男 我们不应该忍气吞声 就应该发出来 让大家看到他丑陋的嘴脸 其实相亲的 就像是面试一样 只有有了比较 才能择优入去 渣男 水是他们两个人泼的 如果你需要赔偿的话 我可以跟你联系方式 我没关系的 不需要赔偿 这个两面三刀的小梅里啊 你的行为 已经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警告你立刻删除视频 不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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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不及了 就去找你 去找你 你自己找你 你找你 这次原本老师是个人 我这次太好看了 那个我先去个洗手间 他们叫我的时候 麻烦跟他们说一声啊 谢谢啊 好 来人啊 我不是 我不是 有痛快狂 痛快狂 我没有 我 抓住他 你别跑 你别我姐 杀上他 怎么回事啊 我没有 有痛快狂 不是啊 我抓住他 我真不是 你别跑啊 再痛快狂 你给我跑 来 我怎么不是痛快狂 我真没啊 我 我没痛快 拿什么我龙女儿 大个不会的 这样的事啊 别说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痛快狂 你还来 我怎么投放了 我不是你们说的 我不是你们公司的 你不是我了公司的 你还来 对啊 你怎么进来的 她出来面试的小朋友 陈总 她居然光明正大地 到女洗手间去偷窥 我没啊 你没有什么没有 就是啊 你可得替我们做主啊 我刚才都听到了 她估计是太紧张 没周一路 我带她 向各位道歉 算了 今天算你走运 遇到我们公司 最好说话的领导 以后别再走错了 这便宜的 走 这算得几年好运 谢谢陈总 陈总您好 你的简历不错 面试的时候 希望不要这么紧张 陈总再见 好人哪 江总 早 江总 早 好 姜总早 姜总早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再见 我来没事 简历呢 我要见法务 打他电话也不接 没有人愿意在休假的时候 接老板电话 找到什么事 我要写吕诗涵 等我面试完再说了 我没关系的 不需要赔偿 送上门来了 比试成绩还不错 接下来 了解个轻松的问题吧 您请说 你觉得自己 跟其他人比有什么优势 我 是 我在学校期间 我的专业成绩和综合考评 都是专业第一 我还参加过很多 国内外的专业竞赛 比如说 ACM TCO 我还可以看不懂 我也获得了很多奖牌 然后名字也还都挺好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吕丽丽就不跟你一模一样的人 死都输的人有很多 成绩好 不代表优秀 陆丽 你 能不能聊一下 你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程序员 因为 因为 在我眼中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个程序 在写大码之前 我习惯捋清楚逻辑 写出流程 就像我的人生 喜欢做规划一样 我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 喜欢什么样的人 为了追逐梦想 追求爱情 我不断地优化 自身算法 添加函数 虽然有的时候 也会程序异常 但只要系统不崩溃 我就一定会找出所有的疑问 直到写出满意的程序 我希望我的人生 也会像程序一样 顺利运行 很好 你不用太紧张 你还记得我啊 又见面了 你还记得我啊 昨天被泼水 你应该很生气吧 我没有生气 那只是个意外 你怎么看起来像个女人啊 我 我就是长得比较瘦小 但是我的专业能力并不差 而且 一城公司 也不会是一个 以貌取人的公司吧 当然不是 但是你想知道面试结果吗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你被淘汰了 你被淘汰了 我想知道原因 因为我最讨厌被人欺骗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 说过不用赔偿的是你 拍视频的还是你 你现在觉悟是不是有点晚了 什么视频 我最讨厌门口谎言两面三刀的人 我最讨厌门口谎言两面三刀的人 立刻删掉视频 否则你会收到吕诗涵 就要发我接我电话 不好意思啊 你说那个渣男就是江亦诚 今天的面试 就是一场真人版的灾难演练 果然在没有被分的情况下 就是很危险的 都怪我 惹谁不好 非得惹那个大神 爱丽 我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啊 我知道你去艺城科技是为了江亦诚 但是 你真的了解他吗 他那天说的话你也听见了 那可是广大网友盖了帽的渣男语录 他不是渣男 而且那天的事情是有逻辑可循的 他应该是 不想相亲 而且又不想让那两个女的对他产生好感 所以才故意说出那些过分的话 你是被绿静蒙蔽了双眼吧 用这么多年的展男经验来看 像江亦诚这种 有颜值又有身价的男人 感情只是他们的游戏 你展男 这么多年你展的男人都去哪儿了 我怎么一个都没看见 感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还没等你见就过了吗 不管怎么样 你赶紧把视频给我删了 删 我现在就删 过去 江一成先生 请收下我的膝盖 是我的无知 让无辜的您遭受了网络暴力 我不求您的原谅 只求您不要误会陆离 这件事他完全不知情 会求您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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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拿我手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坐下吧 这么多吗 我把这最好吃的最贵的东西都给你拿过来了 马上吃掉 妈 我吃不下了 吃 我跟你讲啊 我来看看他 你看那些姑娘 都喜欢画画弹钢琴什么的 你再看那个 穿着小礼服高跟鞋都好看哪 就你 整天弄什么电脑 早知道不让你学计算机了 你来啦 好久不见 谢谢 他怎么来了 谁啊 我的口红还在吗 脸上皱坏了没有 挺好的 还有时间去补妆吗 他怎么也来这里吃啊 黄彩霞 是你啊 我还以为你瞧不上我们同学 不来了呢 没想到你跟高中一样 还是那么快言快语啊 你不也没怎么变嘛 说话还那么慢 我都快打瞌睡了 是不是吃多了想睡啊 那还没吃饱呢 妈 妈 儿子 你怎么来了 我爸让我来接你 妈 我妆是不是花了呀 我有没有时间去补妆 不 小霞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高中的同桌 叫黄阿姨 黄阿姨好 你好你好 我也介绍一下吧 这是我女儿 快起来个大招呼啊 你们好 我先去补妆啊 上哪儿去啊 这孩子怎么这样 这不是跟你一模一样吗 没头没脑 你不想起来 你们好可以的 Pump 我稍微不脑 烫 br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你怎么看路的 都跌到泳池里去了 妈 我之前怎么没有听你提起过那个阿姨啊 不是一路人 替她做什么 我觉得那个阿姨说话声音挺温柔的 而且她儿子看起来也挺好的 别人都很温柔 就你妈熊是吧 不是 贼菜 你们好 我先去补个状啊 奇怪的女人 哈喽 妈妈给你送牛奶了 来 喝掉 妈 妈 医生说我要多休息 不见人 哦 是不是妈妈给你相亲排得太满了 影响你休息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就好 哎呀 如果您有满意的 妈妈干嘛给你安排那么满呢 照我说呢 那个许小姐 秦小姐 条件都不错 你就没有一个看得上的 妈 妈 咱们两个人眼光不一样 您就别费心了 您可以把你的眼光告诉我吗 妈妈可以按照你的要求 帮你找 这个 你喜欢这一款 这个女孩儿我也是第一次见 如果你真的喜欢 妈妈妈可以帮你去问问 不过 这女孩儿的妈妈 不太好相处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 这种奇怪的女人 儿子 你不会 还想着以前那个女孩儿吧 睡着了 奇怪的女孩儿 奇怪的女孩儿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要私信解释 希望能挽回一些大家对你的误会 话是我说的事是我做的 有什么可误会的 可是我知道你是故意那么做的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呢 因为你不是那样的人 你相信见过两面的人 你到底是单纯还是傻呀 虽然解释不等于被理解 但是有些人不解释也能懂 一分钟到了你可以走了 你 你可以不要再跟在我后面了吗 陆离是吧 我接受你的道歉 不要再跟着我了 OK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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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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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 满 姜总 过来 过来啊 老乡 你怎么来了 姜总 在公司好像不太合适吧 人我已经听干净了 你惹你妈生气的时候 怎么没想着合适不合适呢 我惹她生气 不是刚好给你表现的机会吗 昨天晚上我在沙发上睡的 那是你老婆让你说 又不是我让你睡的 你要是再敢惹她生气 我一分钱都不留给你 留给姜子彤吗 她全给你白光了 姜总 您的水 爸 衣服挺合身的 这是新做的 不错 非常不错 这腰身很好 一会儿把这张名片给你们小姜总 告诉她今天中午十二点 如果她再不配合 我会把你们公司 这几层楼全都收回 到时候你就失业了 爸 我知道你也是被胁迫的 咱们合作吧 不算计我老婆 就是最好的合作 姜 姜总 笑什么 她老婆还是我妈呢 有什么好得意的 水给我 忙下吧 好 姜总 你也是老秦派来的吗 你什么脑子中毒 又不又帮你恢复一下 这是我的分析报告 分析对象是我 参照对象 是你录取的其他人 根据数据显示 我的各项专业成绩 比他们的更加优异 而且我们一起参加的比赛 我的名次也是最高的 所以呢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可以 我不许 你都听不出来 写美之音吗 你都听不出来 我说满源是拒绝 你找的借口吗 就算你拒绝我 你也应该告诉我 问题出在了哪里 我会找到解决方法 精准推送 你是什么问题 都可以解决吗 可以 跟我来 跟我来 你 你不喜欢这种地方 我不喜欢任何麻烦费力 且危险的东西 我 江先生 这位是 小鹿 今天时间还早 不如我们先比一场 然后再去吃饭怎么样 如果他再不配合 我会把你公司这几层楼全都收回 没问题 那我去那边等你们 我先去换衣服 江总 我在下面给你加油 你别忘了你过来的目的 你过来就是为了解决他 我恐高 那真遗憾 你可以走了 这机会摆在你面前 只可惜你自己抓不住啊 我可以试试 你这么快就不恐高了 相比恐高 我更害怕失去机会 我们打个赌吧 赢的人可以向输的人提一个条件 小朋友第一次玩 金小姐不介意我们两个人一组吧 当然没问题了 来吧 喂 不许失败 不行 我好不容易争取俩的机会 不能输给他 预备 开始 你不是恐高吗 不要看下面 只看眼前 我可以的 不许失败 对不起啊 我拿到星星了 这项测试 算你通过 好 太大了吧 你不想相亲 是不着急找女朋友吗 我是需要着急的人吗 平庸的人 才需要迫切地摆脱现状 但我 不需要 那 什么样的女生能让你着急啊 那个金小姐 她已经耽误了我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了 还好你帮我解决了 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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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董你没事姜 姜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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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害怕的话 你把眼睛闭上 我扶你过去 我可以答应你 进我们公司 真的 但我有一个条件 你说 帮我解决所有相亲对象 黑客在攻击系统时 也会遭到防火墙和杀脱软件的防御 不一定百发百中的 但是我现在有一把万能钥匙 不应该是 我实际上的 不应该是 你然也是 你不应该是 我 saja 我对我 我对对你 第25画 移养 第25画 移养 第25画 移兰 第25画 移兽 我感觉 ihm 我们的被记住 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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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喜 如果没有惊喜的话 我会觉得比较惊喜 那怎么行 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 必须要有意识感 但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诶诶诶 童言无忌大风吹去 经过我的培训 你不可能被人拆穿的 来 走一个 帅 你觉得我这个睫毛 是不是太长了 要不要拔掉 还有这眉毛 是不是太细了 应该再粗一点 拜托 现在很多男生睫毛 比女生还长好吗 你看看那些挨的 哪一个不比你精致 再说了 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谁说性别 就一定要外貌来区分的 而且谁规定了 男生就一定要粗糙阳刚 不能秀气精致了 话是这么说 但我还是觉得心虚 你放心 现在很多直男都眼群 根本分不清男女的 你要实在担心 我教你一个万能应对局师 你说 他们要是实在指引你的性别呢 你就跟他们说 他们是在侮辱你的人格 然后 等他一拍再说 好 我知道了 自信点 记得我教你的打招呼方式 直接说你好不行吗 不行 你要相信我多年的月片纪念 好吗 去吧 我的鱼 加油啊 好 好 好的好的 我下去见你 好漂亮啊 你是不是想说这句话 陆离是吧 你好 记得我教你的打招呼方式 兄弟 劲儿挺大 果然哥哥不弱啊 他的意思啊 是说你没穿这个格子衬衫 显得比较扎眼 我已经下单了 兄弟 太实在了 开玩笑呢 我是程旭一组的组长张志远 你可以叫我老袁 老袁 就是那袁猴的袁 谁让咱们是程旭员呢 刚才跟你说话这个 叫林淑天 才二十岁 跟我儿子一样 还发小孩脾气那儿 你别跟他计计啊 老袁 我再说一次啊 不许说我是小孩 再者说了 他比我矮好多呢 矮挺好的 哪儿好了 你在我面前永远都弹不起头 不跟你一般见识 走 洛黎 给你介绍我别人啊 雷哥啊 来星猴了 认识 认识 锁了 雷哥 锁了的话又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逻辑上说不通啊 又来了 哎 你说我要是没锁门的话 那我就不会去行政部去还钥匙 如果我不去行政部的话 那我也不能去美术组接咖啡啊 对吧 对啊 你为什么要去美术组接咖啡啊 重点不在这儿 全公司所有部门的咖啡机我全都使过 考虑到那个不同水压的冲击 以及机器的磨损程度 哎 只有美术组那一台咖啡机 煮出来的最好和弱 你可以去行政部试试 行政部 你说得对 太牛了 你用这种方法把他注意力给转移了 你们平时怎么做的 忍着 来来来 陆离 这个呢就是你的工位 陆离 冬珠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巨石房 等 过来 那个 陆离 有问题 叫我啊 这样 你好 你好 欢迎你加入我司的王牌小组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哎 你好 你好 我 啥意思啊 挺壮啊 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随时问我 你们为什么都穿格子衬衫 Bug呀 穿格子衬衫可以减少Bug的数量 就像我的网名一样 您网名是什么 雍正 知道为什么吗 雍正 专制 巴胺 漂亮 原来幼稚部分职业 不是啊 我跟你开玩笑的 其实穿这衣服呢就是百搭 好配 你看 到我们公司来的人永远不知道啊 对方这衣服啊 几天没换了 但是能闻出来 哦 是 我还想问一下 为什么程序组没有女程序员 哎呦 我听说江总之前被一个女程序员狠狠地伤过 所以我们这儿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和尚庙了 不过我觉得这倒是一种爱情的 PTSD 然后呢 你 你怎么刚来就那么八卦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女程序啊 陆离 女程序 你的公牌呢 已经办理好了 但是 你还要去行政部办理一下入职手续 欢迎你的加入 谢谢 对了 有情提示一下 我们呢不是每天都穿那个格子衫衫的 只有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 我们才会自发地穿上格子衫衫 比如 今天 你的到来 喝完了 工作去啊 您好 请问是找你办入职手续吗 等一会儿 上班时间还可以看电视剧啊 你 头发无黑浓密 皮肤也白嫩光滑 味道也清爽不油腻 这不是老天爷给我送上美的男朋友吗 帅哥 你新来的 你 叫什么名字啊 陆离 陆离 以后孩子醒了 真好听 你什么姓座呀 竹女 我也是 这 这 跟工作有关系吗 跟我有关系 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 西海大学 毕业证带了吗 没的 没关系 等你以后有空 带过来让我复印一下就好了 那 身份证带了吧 没带身份证 护口本也行 现在就要啊 嗯 我看一眼就行 来 看一眼 你讨厌啊 人家力气没有这么大 你这手 真软 你讨厌 你会让别人看见 我这身份证 过期了 都画好了 再来给你 好 那我等你哦 我还没教过这种类型的 姜总总 站住 啊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身份 证了 给我看看 我刚才隐隐约约看到 你身份证上的照片 是不是有点丑 是啊 我身份证照片是我这辈子照顾最丑的照片 把我照得跟个女人一样 你觉得你有男人样吗 不过也正常 这个世界上只有百分之六点三的人是好看的 像我这种证件照跟本人一样好看的 确实也少 你说的对 我觉得你本人比照片更好看 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那你知道一个公司倒闭的前照是什么吗 客户流失 不是 是员工太闲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就在公司瞎晃晃 难道等着我给你安排工作吗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去工作 现在的男孩都怎么了 这 字幕志愿者 杨怡几个客户 字幕志愿者 杨怡几个客户 字幕志愿者 杨怡几个客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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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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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大人 吃饭的说不要说话 解脾啊 解脾啊 陆离 来我帮室一趟 陈总 你找我有事啊 这个是外用的 可以暂时止痒 以后要是海鲜过敏 可以直接说 姜总不会介意的 我知道她不会介意 那你为什么还要吃 因为那是她第一次给我夹擦 我 我以为吃一只虾没事的 没想到后来又吃了一只 谢谢陈总 不客气 毕竟我这个偶像也不能白当 忙去吧 那我工作去了 吃一只虾两只虾有区别吗 我 толькоあの人 不接着我 我 进来 那个 江总 第八个会吗 下班之前改好 好 还不开始 等着给你颁奖吗 认真点 给完了 我知道好看的是我 对人有种天然的吸引力 但是工作的时候 请你认真一点 对不起 江总 我已经全部调试好了 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去工作了 什么毛病 大男人喜欢摸脸 下班 你又搞完了 搞定 你检查了吗 没问题 年轻人 你们今天还加班啊 那不然呢 写不完的代码 改不完的运动 加不完的班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小陆 链接我也给你发过去了 现在搞粗销呢 第二件搬家快抢 抢什么呀 一些生活用品 你需要吗 不需要 你不是陪你女朋友去吗 不陪也没事 她会理解我的 凭什么呀 像她这样思想觉悟的人 都能找到女朋友 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关系啊 你可以扭一个 我扭 扭一个 扭 那我扭一个 那行 你们慢慢扭 我先走了啊 拜拜 你你检查了吗 拜拜 拜拜 我的脸 终于回来了 快快快快走 你在等我啊 对啊 你快跟我说说 我们今天的表演成不成功 他们相信了吗 他们不仅相信了 还表现出了羡慕 嫉妒恨的情绪 那就好 这样 就算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也是没关系的 什么意外 事先的经过就是这样 我也不知道姑母会再议成 而且今天 还刚好跟她撞手 你不是说你哥 早就去世了吗 没事了 我在公司 尽量不跟她接触就是了 你是不知道她这个人啊 生平最爱多管闲事了 而且一肚子坏水 要是让她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啊 她肯定会欺负你的 不过 她要是真的敢欺负你 我就让干把干妈 收拾她 兵来将挡 水来土也 放心吧 等一下 对了 我这几天要去 外地的动漫展 可能需要几天 嗯 那你注意安全啊 放心 那你这几天 可千万不要暴露了 我回来再听你汇报 好 放心 好了 月如 你插得真好看 你看我折腾了半天 还是不成样子 其实呢 插花呢 一疏不易蜜 你看你这两朵拿走 就好一点了 哦 一斜不易正 这再歪一点点 哎呀 被你这么一调整 好看多了 你真有天赋 哪儿啊 哎呀 插个花而已 有什么天赋不天赋的 熟能生巧罢了 哎 艺诚呢 怎么没有看见她啊 她找你朋友了吗 啊 艺诚啊 她最近工作忙 好 来 在这里 艺诚 哦 又二十八了吧 我儿子这个岁数 都生第一胎了 哎 哎 你们俩有什么好姑娘 给我推荐推荐 好姑娘倒是有 哎 但是怕害了人家 就不好了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哎呀 月如 你就不要瞒着了 这外面都传遍了 怎么了 你能不能去你哥公司 看一看啊 不行 我今天中了疫情 不能见一鸣哥哥的 妈 有话 好好说别哭好不好 让我爸知道了 我这个月里用钱又完了 那你去不去啊 去去去 可是你让我去干什么 我去人家说 你哥哥最近相亲的时候 老带一个男生 我怕他那个 你是怀疑 我哥身边那个男生是 一鸣 好 好 陆离 顾总监 你找我有事吗 你和江亦成是什么关系啊 呃 就是领导和下属的关系啊 进公司前你就认识他了吧 是认识 但不熟 不熟 不熟 那这是什么 我呢我 这 这我 我只是无意间偷窥到你们的隐私 但并不代表我就关心你们之间的关系 你想要做什么 马上和小七分手 否则我会用尽一切办法 让你在公司待不下去的 好 我答应你 不过他这两天不在心海 分手也得等他回来再说 这么快就答应了 果然你对他不是真心的 我警告你 离他远一点 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后悔 还有 尽快想到一个合适的分手理由 不要让他看到任何破绽 那照片 这你放心 确认你们分手之后 我会把它删掉 但在此之前 我会一直盯着你的 你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爱关心的事 而且一肚子快一手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俩的关系啊 他肯定会欺负你的 非行 哎呀 完了完了 快保存保存 趴上门 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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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小小毛女 哎呀 江总为了防他 张门中了人 唯有 参并 yout 猪 m t 叫 叫 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门坏了 它可能需要维修 我也出不去啊 什么破门啊 质量这么差 别说了 这些换一扇 一鸣哥哥 走吧 出发 陈总 辛苦了 陈总 保重了 陈总 受累了 陈总 行吗 我跟你讲啊 这身体不好都受不了 心脏糟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警报解除了 弄坏了玻璃门 一扇哪 有这么夸张吗 我的天哪 粉身碎骨 死无全尸 一地脆渣 我跟你说 一点不夸张 总是下次见到他 不要犹豫 直接跑 对 那陈总 我跟你说啊 人性的自私 只能暂时地牺牲他 嘿 嘿 对了 各位 刚接到那个行政部的通知 明天全公司团见 哦 哦 去哪 温泉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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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小露露 嘿嘿嘿嘿 小露露 穿这么多干嘛呀 小露 小露 嗯 可以请假吗 请什么假呀 江祖规定 团建 一律不准请假 再说了 一年就这一测 得赶上了 好好地享受吧 哦 各位啊 明天九点 公司门口集合 别迟到了啊 不可能 不可能 别迟到 八点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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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啊 江总早 你对早这个字有什么误解吧 定了九点集合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路上堵车 所以我来晚了 那你真的运气好 我刚刚处理完工作 走吧 现在应该赶不上公司大巴了 所以我开车去 开心吗 嗯 你是在等着我给你开门吗 江总 我可能去不了了 刚刚屋叶给我发短信说 我们家漏水 漏水 这么巧 可能是水管老化了吧 我现在必须赶回去 检查一下漏水点 要不然淹到楼下 我的损失可就大了 江总 这太遗憾了 第一次集体活动 我就没法参加 不过相信下次 肯定会有机会的 江总再见 嗯 喂 陆离 啊 在公司 电话打不通 江总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刚才说你收到了物业的短信 不 对啊 那我给你发的短信 你收到了吗 嗯 可能是信息有点延迟 江总 你有什么事吗 是延迟还是挺急了 现在给我看短信 证明你没有说谎 或者直接上车 公司第一次集体活动 都不参加了 你想直接换公司吗 安全带 谢谢 不然扣的是我的份 诶 有没有人说过 你像一种动物啊 什么呀 烤蜡 行动迟缓 反射乎长 我这叫做事谨慎有节奏 比较敦厚可靠 烤蜡明明是最笨的动物 好 江总 要不要我来开啊 你会开车 嗯 sao 我说 descub 让我开 plus 对你呢 江总 我没开过这款车 听说是增压发动机 动力数数很强 你坐稳了 你能开动 嗯 你们 这 这 这边 走进车 来那 你能开拐 你能开拐 姜总 你们没事吧 我发誓 这是我最后一次坐你的车 进来啊 姜总 行李放这儿了 我去找其他同事 你给我住一下 不行 你是领导 我怎么能跟你住一间呢 我去跟其他同事挤着睡就行 房间都分完了 你要睡走廊啊 我再定一间 定都定满了 你以为我想跟你睡一张大床吗 不是 我睡觉打呼噜 那你睡沙发啊 弄着干什么呀 你要洗澡吗 我 不行 那我就洗了 我去洗澡 我去洗澡 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对 режим炒 孩子 行不行 修一下 修一下 我发你们啊 陆丽 你这去哪儿啊 给你打电话 发消息你都不回 路上有点堵车 看你这儿也要去温泉啊 一起吧 走吧 对啊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别啊 这泡温泉哪 不仅可以缓解肌肉酸痛 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消除疲劳多好啊 走吧 就是啊 你不泡温泉 这段时间的代码都白写了 不是 我前段时间跟我女朋友去过了 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吧 你这 在我们一群单身狗面前 肆无忌惮地撒狗粮 是不是不想混了 这样好吗 我这 我说你们几个 拿下 对对对 好 这个问题 又得 你怎么不换衣服啊 我朋友有急事 我得先回他分析 你先过去吧 快点啊 哎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想跑的话 我去你房间逮你啊 快点 哦 哎呀 等等我呀 你们这 快点啊 你看 我飘起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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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还真舒服 哎呀 又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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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可以的 有啊 祝我啊 陆璃啊 你穿那么多你不嫌热啊 不热啊 小陆啊 这男人一条语巾就足够了 来 快下来 快下来 就有点下 你下来 人家 就想 跟别人弄得语众不同 这样才能吸引 别的女孩注意力 有道理啊 今天 今天行政部的叶子姐 还专门来 向我们打听你了 对啊 我问你来着 太奸诈了呀 兄弟们 拿下 别别过来 我自己拖 我自己拖行吗 我自己拖 那你快点 你拖 我们看着你拖 我 可以啊 哎呀好 来啦 小心滑啊 行行 行行 我进来了 哎呦 哎呦 那是不是叶子啊 我不知道 他转过来我才知道 是是绝对是 你们这样投康不好啊 我觉得我又恋爱了 你天天恋爱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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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老袁老袁 你干嘛呢老袁 什么情况 什么就色狼 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 怎么就色狼啊 哎呦呦呦 这泡个澡就色狼啊 什么色狼啊 什么情况 快快快快 别问了 哎呦 陈董 你又没有看到一群男生 跑过去了 往上面跑了 陈总 你跟我们一块去吧 但是请你早上偷看 我们好早 走走走 哎呦 怎么是你啊 啊 你去 哎 哎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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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遇见你总没好事啊 你不泡了 我才没这兴趣用你的洗澡水呢 你说说你们几个丢不丢人 挺老大人了偷看你们洗澡 什么事啊 哎呦 怎么了 冤枉你了吗 同一个公司同事你们也偷看 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们丢不丢人哪 就是啊 这事我告诉你们没完 怎么回事啊 江总 就他们几个偷看我们套枣 就他们几个呀 还有别人吗 嗯 嗯 嗯 我 原来偷偷跑掉的人是你 是 但是我是 嗯 那你想怎么处罚他们呀 等回公司以后 让他们几个都给我穿上女装办公一天 啊 让你们不尊重女性 这就是下场 嗯 你们有意义吗 我 这都算便宜你们了 好好好 那 就这样吧 走 嗯 走 走走走 蹲着干什么呀 快走 江总 我真的没有偷看他们 我真的有在提醒他们 想不到你还有这种癖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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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一下 你这里有没有治疗颈针病的药啊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里没有 啊 谢谢啊 陆林 陈总 你有事吗 你跟谁分在一个房间啊 呃 我跟江总 那是个大床房吧 你们两个会不会不方便 要不再开一间房 醒中不问过了 现在是旅游忘记 根本就没有房间了 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找我 好 谢谢陈总 我先出去一趟 唉 嗯 这么晚了 一个人出去 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陈总再见 注意安全啊 好 你 请不吝点赞 还是好 呢 啊 glorious 你说得 attractions vas 你说说 你看 楼 出局之前告知室友是最起码的礼貌 对不起啊 我下次注意 你这么晚出去干嘛了 我给你买了膏药 我看你颈椎有点不舒服 你这么晚出去 就是给我买膏药 药店有点远 所以回来有点晚 下次我会告诉你的 我给你贴上吧 你怎么知道我颈椎不好啊 我看你办公室里面放了按摩仪 而且今天又一直揉颈椎 店员说这个很管用的 挺好了 这个有我写的成分 等会儿就会发热了 怎么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起作用 那我给你按按吧 你会按 嗯 嗯 嗯 江总 我这样按不舒服吗 叔叔 哦 那应该是膏药起作用了 嗯 哎我口渴了 你去冰箱里帮我拿个喝的吧 哦 江总 这里只有啤酒 啤酒应该没事吧 嗯 拿过来吧 哦 江总 你不好养头 就拿吸管喝吧 嗯 嗯 嗯 江总 你不会喝醉了吧 这才两瓶啤酒 嗯 嗯 嗯 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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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江总 你清醒一点 嗯 抱 抱 抱 嗯 嗯 抱 嘿嘿 嗯 抱 江总你要睡也别在这儿睡 你上床睡 我跟你扶上床好不好 抱 抱 抱 快 你 抱 抱 抱 嗯 爸 我回来了 嘻嘻嘻說 行了 развsa 我刚把我老婆给哄睡着了 我妈又怎么了 还不是因为你哥那小兔崽子 你妈让你去公司打探消息 你打探出什么了 放心 我确认过了 不是一鸣哥哥 那是谁 只要不是一鸣哥哥就行 管他是谁呢 但我听你哥相亲的对象反馈说 他当着别人的面 跟男生搂搂抱抱的 是吗 搞不好就是江亦诚为了逃避相亲 想出来的办法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 小点事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这个人从小鬼主意就多 我才懒得管他呢 去 老江 你看我新买的手链不错吧 听说你新看中了一台车是吗 老江你放心 我听说他们要去一个什么温泉酒店团建 我现在就去查出那个男生是谁 今天太晚了 明天吧 不行 我的新鸣哥等不起他 等我下下 好 撒手 撒手 干嘛 心疼了 我是头疼你怎么来了 不出其不意能说到先行吗 就算没有物证 我也是个人证 爸又答应给你买什么了 这 什么买什么 妈都哭了一天 家里都要水漫积山了 我这是为母分忧 不行 你这又是干什么呀 姜亦常 我原本以为这是你逃避相亲的一个手段 但我没想到你这 我个人是没什么意见 可爸妈接受不了啊 为了我们家庭着想 你还是放弃他吧 哥 你这样 爸爸会把你扫地出门的 虽然以后 家家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是很开心没错 可是 你想到你要在外面受苦受累 我就 哥 哥 哥 你别演了 他就是我的挡箭牌 我就知道 可你们 怎么会说在一起啊 我昨天喝多了 你不会又 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了 既然你们是假的 那 风口飞 家人之间还谈钱嘛 那我就回去告诉爸妈 你就准备好迎接下一轮的猛烈相亲吧 你还想不想进我们公司吧 我拿的比较清淡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谢谢陈总 你就只喝牛奶啊 我喝牛奶就够了 你昨晚没事儿吧 没事儿 我跑得比较快 没被打 我不是说温泉的事儿 我知道那跟你没关系 你怎么这么肯定 因为 我无意中知道了一件事儿 什么呀 叶鸣哥哥 就 你怎么自己来吃了 也不等等我 我饿了 你帮我去拿点吃的好不好 好啊 你吃什么 都行 你拿的我都喜欢吃 陆离 你还要拿什么 我帮你拿 不用了 他有一个大男人有手有脚的 你管他干嘛 你不也是 你 陆离 拿走饭去 好 我看你上次吃饭的时候 很喜欢吃虾 谢谢 所以我特意给你点了海鲜粥 你真是太了解我了 我一般早上只吃沙拉的 是吗 陆离 给你拿了一杯果蔬汁 我刚好口口 那要不再给你拿一个 不用了 我不渴 他一个男生 你老照顾他干嘛呀 一鸣哥哥 我听说 这旁边有一个骑马场 等一会儿我们吃完早饭 一起去骑马吧 骑 医生 要不一块儿吃 行 我只能吃了 就有一个咖啡 都不一块儿吃 不一块儿吃 但你能吃饭 我给你吃饭 你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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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能吃饭 你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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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吃饭 你能吃饭 你到了吗 真的吗 今天是我第一次骑马 还有点紧张 放心 这一的马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 只要你按照教练说的做 一般是不会有危险的 谢谢陈总 喂 手套 谢谢姜总 那我先过去了 我还怕 你能帮我牵下马吗 我帮你 嗯 对了一鸣哥哥 我忘了跟你说了 从今天起 我就正式成为你的同事了 你哥同意你进公司了 当然了 这样 我以后就能随时看到工作时间的你 然后 我们就此展开一段 轰轰烈烈的办公室恋情 你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啊 我只对你感兴趣 你 没有 거� lässt 收紧击手 别松手 拉紧击手 不要松手 帮我 坚持住 驾 驾 驾 好 陆璃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江总 要不要先扶你下来 不用 我还想再骑一会儿 胆子这么大啊 那我教你 我找教练学就行 我们家的人 从小都接受马术训练 教你绰绰有余 如果说代码 是人与计算机的沟通语言 那么身体 就是跟马最好的沟通语言 放轻松 不要紧张 跟随着他的身体去浮动 感受一下 我好像领悟到了 对了 昨晚没发生什么吧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 我喝完酒就断片 你酒量这么差 我没做什么奇怪的事吧 没有 你昨天很快就睡着了 我 好帅啊 我也觉得 对了 听说 你是因为一鸣哥哥才进的公司 说说看 你为什么崇拜他 也不是因为他了 可能是因为 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他就像一束光一样 为我指引人生的方向 而我 就是那个追光的人 我 这 你们聊什么呢 你的小粉丝说 你是他人生的一束光 而我就不同了 你是我的太阳 光可能会熄灭 但太阳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什么光跟太阳 你知道日地的距离有多远吗 是 该回家了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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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总 曾总再见 走 都拿好了吧 拿好了 你干什么呀 你不是在等我一起上车吗 我看起来有这么闲吗 陆离 你去哪儿 我去坐公司打巴 要不跟我们一块吧 子龙开车过来了 愣着干嘛呀 上车呀 你坐我哥车吧 一鸣哥哥 我们走 走啊 拜拜 拜拜 那你慢点啊 拜拜 我自己开 这套呢就是一套非常富无可爱的楼梨群 喜欢和感兴趣的宝宝们 可以戳直播间下面的链接点击购买 哦对了 这套楼梨群一定要配群称才好看哦 好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哟 黎燕 我都直播完了 你怎么还没洗好啊 你怎么了 一脸不高兴的 你快跟我说说 你这几天发生什么了 男人心 还低沉 我都不知道江亦诚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大概知道他这几天为什么会这样了 为什么呀 你是男生啊 所以呢 所以 你表现得太粘人了 又是买药又是按摩又是同窗共诊的 你想啊 他一个大直男怎么可能受得了吗 当然跟你保持距离了 这样啊 那我懂了 小七 你站起来一下 干嘛 你站起来 站一圈 我们公司明天让我们穿女装去 就这事啊 嗯 放心 保证不会让你露笑的 小七 正好 你真是我的多来一期 对了 库摩没有找你麻烦吧 他偷拍了我和江亦诚相亲的照片 让我跟你分手 他有病吧 我去找他 他既然认为我是渣男 那我们就分手呀 反正也不会暴露的 也对 但是我就是很受不了他这个人 以为自己是太平洋警察 管那么宽 他也是为了你好呀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 你别露馅就行 知道了 怎么 就莫名得有一种 被磅打鸳鸯的感觉呢 我明天穿什么呀 咱们先去试试吧 行 走 我跟你说啊 明天啊 我保证让你惊艳全场 走 手给我拿下来 现在知道不好意思 快点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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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穿这件衣服 快点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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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成这样不都不方便 既然照片视频都拍了 要不就换了吧 对 你看 说好一天的啊 一分钟都不能少 要不叫什么惩罚呀 对 不是啊 叫做不方便 还有一个人哪 还有一个人 陆迪 陆迪 他人哪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不是逃了吧 对 至于啊 天哪 要不是知道这个面具下面是个男人 对 我可能陷入了第五十八次恋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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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不会有幼 grounded火 对 对 对 我两人 风华绝代 东方不败 陆离 来一下我办公室 需要帮忙吗 帮什么忙 没事 今天造型不错 我先过去了 还看呢 我说完事了吗 造型摆好 快点 你弄成书了吗 你听说 要不是姜语 我才不配合你 姜语要配合了 我能接着干 请求能招谁呀 姜总 李章我什么事啊 你打算一直戴着面纱跟我说话吗 这 这个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 谁让你格子玩这么认真的 炸了 这 这不能炸 这个真不行 给我 姜总 这 这 我 姜总 这 丑死了 快去换了 姜总 你不是说要穿一天 少一分钟都不行吗 这本来是对你们的惩罚 现在明明惩罚的是我 赶紧去换那去 姜总 出去 好 我难逃 贼 贼 你好 好 公开 和 这个挺好吃的 尝一个吧 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分手啊 心情怎么会好啊 你和陆丽分手了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你们的事情我怎么会清楚啊 还不说 需不需要我替你收拾他 我可以让他一生待不下去的 你说真的啊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算了 我们是因为性格不合分的时候 好聚好散 听你的 好 吃一口吧 这下好 这下火瓶高啊你看看 没什么时候啊 这不能跳不去吗 对对对对 对称 你写个代码还不对称啊 代码有代码就没干 提前了 这样的这个地方 刚才特别混乱 我把这个稍微交给你了 差不多等了 你还是这个颜色好啊 这颜色沉 你看是吧 对对对 来 小齐 我来答应吗了 没带面包 我有急事 我先走了 怎么不冰啊 这么爱吃冰 难怪这么冷 你就买这个 买一送一 到时候你一见我一见 是吧 就不是这个 好看的 陆琳呢 是 上厕所去了吧 上厕所 张总 你找他有事啊 要是有事 我让他回来直接去办公室找您 不用了 顶好看的 陆琳 陆琳 陸离 你在里面吗 江总 概念稿已经出了 等你去审核 好进展下一步工作 现在就去 东西挂门上了 自己闹 去哪儿了 你不舒服呀 肚子有点疼 可能是有点着凉了 麻烦 走 去哪儿啊 医院啊 不用了 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你确定 确定 那你今天休息吧 我送你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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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总 今天真的谢谢你 你回去到路上 注意安全啊 嗯 那你 那我 那我 先走了 嗯 江总 再见 嗯 江总 再见 我的力 终于回来啦 快说送你的男生食料 江亦诚 我坚决再跟你说 江亦诚 嗨 老爸好呀 我是上次微博的那个顾小七 哦 我记得 还要谢谢你啊 给我们亲爱的机会 既然到门口了 要不先来坐坐 喝杯奶茶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顾小七 你最好把白天的事情跟我说清楚 哎呀 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都已经过去了 真是的 说 顾莫怎么回事 他今天约我见面 然后呢 我用影后般的演技告诉他 我们已经分手了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可是后来我收到你的求救信息 等我去公司的时候 发现江亦诚就在洗手间门口 所以 我只好跟顾莫坦白了 你坦白了 不行 我找顾莫去 等一下 等一下 他答应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而且 他还会在公司全力帮你 他这个人嘛 虽然有时候挺讨厌的 但是呢 从小到大 他答应我的事情 他都做到了 如果他骗我的话 我就 一辈子把他拉黑 也是 顾莫不像是一个 爱多管闲事的人 嗯 要是他知道我是女生的话 至少不会针对我了 放心 我会帮你监督他的 我怎么也提起来了 快递 好 顾总监 昨天谢谢你的帮忙 我是帮小七 不是帮你 那也谢谢你帮我保守秘密 如果你早点跟我说清楚的话 其实你在公司会很安全 嗯 好了 小七跟我说了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 我们算是自己人 以后有事找我 嗯 嗯 哎 等一下 那个 我和 江总的照片 哦 我现在删了 哎 等一下 你能不能先发给我呀 用气可嘉 嗯 好 收到了 谢谢郭总监 嗯 虽然我还没决定要去哪一个部门 但可以肯定的是 我绝不允许身边出现毫无时尚感的人 第一 禁止穿格子衬衫 嗯 嗯 拖 哦 不好意思啊 我 取快递去了 新版的格子衬衫 小鹿 小鹿 过来 过来 嗯 这些 是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 并且我还亲自为你们搭配好了 现在 你们可以开始感动了 感动 哎 我没猜错的话 这女莫头不会到咱们部门来上班吧 找这儿 找到今天晚上又要加班了 我去找陈总救命啊 快去快去快去 哎 往哪儿跑啊 赶紧把衣服换上 好 好 脱掉 换这个 嗯 我就不用了吧 我这衣服很宽松 你这是对时尚的亵渎 快点赶紧的 我帮你脱 不用了 我帮你脱了 我自己来帮你换 我帮你脱了 我来帮你脱口的 我脱口的 我干了 我不用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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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 这些都是我送给公司的见面礼 你的见面礼 就是欺负我的人 我就让他们换钱衣服而已 又没干别的 这里是游戏公司 不是时商秀场 你要再把这里搞得无烟瘴气了 立刻给我回家 还有你们 没有工作了吗 有没有 有没有 工作工作 这些都收起来 研发中心副总 不可能 宣传职位随你跳 我要在一鸣哥哥身边 你来公司已经是捣乱了 我不能让你影响技术总监 你就是故意拆散我跟一鸣哥哥的 哪有你这么当哥的 我还没有你这种恋爱脑的妹妹呢 你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好几乘全部家产 宣传总监不干回家 你要动物电脑的话 我让你再也见不到陈一鸣 我要跟你绝交一上午 陈总 这个是我们组的数据检测报告 放桌上吧 好 要不要喝杯咖啡 谢谢 好呀 陈总 您平时都是自己打咖啡呀 对呀 我喜欢喝完咖啡后 胃底有残渣 有一种很纯粹很原始的感觉 我对咖啡倒是不是很感兴趣 但是我很好奇上面的拉花 要不我教你打奶泡吧 好啊 来 你来 你来 打发呢 主要是把空气打到牛奶里面 所以一定要注意蒸汽棒的角度 嗯 太深的话容易接触不到空气 太浅的话 蒸汽打开时牛奶容易溅出来 你看这样行吗 很好 来 哥 一鸣对粉丝都这么好的吗 叫姜总 我也要当粉丝 来 给你 谢谢陈总 陈总 陈总 有事吗 我来喝咖啡 平时也不见你来喝呀 我叫你来公司是来做咖啡的吗 跟我走 一鸣哥哥 你给我也做杯咖啡吧 我重新给你做一杯 嗯 加爱心的哦 这些呢 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一些新游戏 结合VR设备 比如说这个 就是飞行器 里面有一百多种飞行模式 这个呢就是赛车游戏 它是模拟三百六十度赛车的全景 还有这个 它是射击类的游戏 所有的游戏 都是出自于我的领导 这个是什么 看不出来吗 这是飞机啊 这个飞机怎么玩的 飞机当然是用来打的了 江总 嗯 上班不能做咖啡 但可以玩游戏啊 什么来玩游戏啊 咱们是来视察工作的 哦 哦 哦 葡萄 赵竖 奥 你怎么办 问我 你没想到 这红蜠色 你不在乎 还挺有默契 江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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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我在这儿呢 江总 你还好吗 你个猪队友 没想到打起游戏来还能开挂 我说过的 我会保护你的 跳高高 跳高高 这个也可以考察吗 收集素材 那你要不要试试 我才不要玩小学生玩的东西 跟你说你说不会蹦 蹦高一点 谁说蹦不高了 我可以玩小学生玩的 像我说不够了 我看我可以玩小学生玩的 我说不不想玩小学生玩的 这就是你 突然 我看你 你真的有了 我看你 怎么样怎么样 看看 这些都是什么怪姿势啊 这 这是两个字母 Y C 是我喜欢人的名字 一个门 风下来 姜总 姜总 我收了啊 那个 后组的记得关灯啊 我也好了 老袁 放你邮箱了 好 这就搞定了 我们新手任务比你们简单 我就说嘛 不可能有人比我快 儿子 一会儿回家早点休息啊 别成熟打游戏 年纪轻轻你秃顶了怎么办 放心吧 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你的 你 呃 十年生死 量茫茫 谢程序到天亮 大黄 我帮你吧 反正我明天休息 谢谢 兄弟 我们总是一个人在做 孤独和败在比赛 我们是一个阶段 不让你单打独斗 孤独丝喽 陆离 以后我们就是最好的兄弟了 好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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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快快快 行了 行了 别救人现眼了 要不我也留下来 可以啊 你们这都留下来了 我要不留下来的话 显得不仗也似的 那我也留下吧 那这 这真好啊 既然你们都留下来了 是否考虑一下帮帮我呢 不是 真的是 我 是 smiled you Vent k h s s nvi s s s nos s 我哥哥 等一下啊 我今天买的是炸鸡 但是 只有一个鸡腿 快快快 这鸡腿也是我的 我要鸡腿 我要鸡腿 你这么全 你这么全 这什么呀 这什么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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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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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吃一块 真真 饭子 我这好吃 我这更好吃 就一样的好了 好 好 怎么样 看到他们 是不是想到我们创业的时候 我只是想吃炸鸡了 我现在是已经吃虽了 你给我们更好吃的 你带走 我来 你带走 我去吧 我去看你 我去龍太小雅 你带走 我去 anche靠你带走 我去都去招联ær了 这东西什么玩意啊 一件正经的衣服都没有 一点小姑娘的样子都没 你干什么呢 又再捣鼓这灯啊 都捣鼓一个星期了 还没捣鼓好啊 配见昨天刚到 不是 你 你说话声音轻点姑娘睡觉呢 晚上不睡 早上不起的 身体都被毁坏了 不是 你轻点 小离 鹿离 快起床啦 还睡着呢 你快起来了你 快看看太阳都晒屁股啦 你个小懒虫 起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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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起来去买两件正经的衣服去 快点啦 快起来 快点啊 好啊 鹿离 快起来啦 我的衣服都挺正经的呀 小离啊 你快点啊 我看你啊 就是严重缺乏锻炼 年纪轻轻的连你妈都不如 再在那个电脑面前呆着不出门的话 这身体都要垮掉了 妈 那个 你先逛着吧 我去买杯饮料 来 不准喝甜的 要发胖的 哦 好 等等 来 给我买杯无糖的 要多花也没钱 考啦 先生 炸鸡好了 好 借过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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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进来了 对 对不起啊 我 不 不用了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知道你在里面 你不出来也没关系 我就想知道 为什么你每次见我就跑 先生 这是我们的储藏室 里面没人的 真的没人啊 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吗 没有 只有您一个 您是需要买内衣吗 没人我就放心了 尺寸正常 我呢是来量门具的 我去下层看看 恨 我 我等你的解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 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加密 但却不知道系统何时会被黑客入侵 将我们保守已久的秘密公之于众 高高的你 有着幼稚的声音 很天真 很消气 小傻的我在你身边 有着夜里 有点 不敢靠近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这样一天才会过得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闹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哦 电话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冰箱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知情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有时候你 会有一点点任性 臭脾气 带着粗意 所以我只好就让着你 哼着你 快快 雨过天晴 每天早上都希望能见到你 这任一天才会过得有意义 每个晚上等待你的吵闹 打破这夜晚的景气 这一首歌 送给最爱的你 未来的路 我们要一直走下去 哦 电话响起 心里祈祷会是你 只要你声音响起 脸上会挂着灿烂的笑意 你的话语 总是带着点知情 所以我总是欺负你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我爱你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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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我们要来说 在上面 再响起 心里祈祷 我都没有看 开ott 这都好 我看你 没关系 会不会 我都没关系 你看 没关系 那边 没关系 我们要说 我只是太晚了